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第一組 來自台中市鴻海 永臨台灣希望小學中心分校 卡里國小的陳傑陽 張宏祥 張宏偉 賴玉菸 賴玉成 陳佑嘉 陳玉泉同學 以及他們的故事手握寶特瓶 心情好又平 來 沒關係 陸續上台 來 你們先來一下 待會別忘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今天這個下午這三個小時 是屬於孩子們的時光 不是我們大人的 是屬於這些英雄們的時光 所以待會你們每一組同學 分享完講完你們自己的故事之後 我們非常歡迎你們所有的輔導員 甚至家長 爸爸媽媽們 有陪同一起來的 是支持他們最重要的力量 我們都歡迎你們上台跟同學們一起合照 好不好 所以時間是你們的 慢慢來 準備好了嗎 OK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希望小學 踏離國小的學生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總握寶特瓶 心情好又平 你們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剪刀 石頭 布 欸 你幹嘛 欠了是不是 沒有大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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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虎 走開 我討厭你 耶 好 先走了 你怎樣 是想被打 沒有 沒有 怎麼好像又沒有用了 怎麼會這樣 那我們想想 這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首先想做的實驗 想問大家幾個問題 覺得自己是胖虎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下 那覺得自己是大雄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下 那現在先請大家閉上眼睛 覺得自己有被欺負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下 那現在覺得自己有被討厭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下 但是現在先請大家睜開眼睛 欸 怎麼幾乎每個人都舉手了 這就是我們發現的問題 我們都以為 我們都以為原本 少部分的同學 能分成胖虎和大雄 但後來我們發現 胖虎也有可能會被欺負 而大雄也有可能會被欺負 所以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讓他們 不能打架和吵架 那該怎麼辦 對了 我有經驗 之前我和團團快要打架了 突然上課通想了 我們就先回去上課 下課的時候我們就互相道歉 也就是說 即便現在大家都很生氣 只要能夠氣消 最後就不會打架了 沒錯 所以我們要想一個辦法 讓他們打架和吵架之前 讓他們能夠氣消 就不會打架了 那該怎麼辦 那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 怎麼辦 想到了喔 好 來 所以我們想了很多方法 包吵枝間陀螺 睡覺畫畫 捏氣泡紙捏保特品 但是捏畫畫 枝間陀螺太貴沒辦法買 畫畫和睡覺 然後腳皮效果 捏氣泡紙不環保 捏保特品環保容易取得 最後 因為保特品環保容易取得 所以我們決定用它 嗯 那我們就試試捏保特品吧 好 好 掌聲 掌聲 欸 我手上怎麼會有保特品 我來捏捏看吧 喔 好舒服喔 對不起我這個感受的承動 沒關係 看來保特品蠻有用的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 所以我們做了紓壓瓶子 我們放了箱子和告示牌 在告示牌上寫著 生氣的話可以來捏瓶子 在箱子裡放盒碗的保特品 在每個禮拜的回收日 把捏碗的瓶子拿去回收 再把新的保特品放到箱子裡 然後我們在升級的時候 跟全校的同學和老師宣傳這個活動 讓全校的同學可以一起參與 也讓大家在生氣的時候 不斷可以捏瓶子 紓壓還可以做好寶 但是隔天被擺到球場的時候被破壞了 我們群部執掌發現是被果凍真破壞的 所以我們找了更堅固的材料 木桃 木棒 並且長長群組 之後等我們做好了 我們就把它放在神力塔後面 那裡是教室 所以下課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經過那邊 生氣的人可以在那邊捏寶特品 隔天寶特品就被捏我們 為了知道那些人捏我們之後的感受 我們做了問卷調查 調查那些人捏了幾個 原因是什麼 感覺怎麼樣 寫完問卷之後還可以參加超獎活動 從這張圖可以看見 很多人捏了寶特品之後都有消氣 但是有些人捏了還是很生氣 但至少比較好了 所以我們認為捏寶特品的確能有消消氣 最後我們舉辦了分享會 邀請了學校老師和家長 分享了這個計畫 以及在未來我們希望在社區宣傳 在校外也設置塑壓品質 讓更多人了解與參與 最後我們希望以後能透過這個方法 讓學校的人不要有打架和吵架的事情發生 甚至用環保愛地球 我們的分享會到此結束 一 二 三 謝謝大家 好 來 同學請留步 所以你們學校的壓力很大 是不是 怎麼會保這平台丟一天 第二天就全部都在那邊壓扁了 是不是 你們平常現在課業壓力很大 有沒有 趕快這邊我們可以跟董事長反應一下 講一講也許功課回去就少兩樣 剛剛你知道嗎 因為他雖然頭戴妻安的頭像 但是看起來他是一個性格很溫和的人 難怪他 我不知道我的氣應該如何宣洩出去 不錯 你們表現得很好 既然你們想要把這麼好的方法 分享出去 我建議你們 就可以直接先分享到旁邊那個國中 有沒有 因為他破壞了你們的初號機 對不對 分享給他們 剛剛說大哥哥 大姐姐 以後我們的學長學姐 不要那麼生氣 生氣的話來捏捏我們的寶特瓶 對不對 又可以消氣 又可以做環保 是不是 好 謝謝詠麟國小的同學 謝謝各位 來 靠緊一點點 一起來看小叮噹哥哥 藍色衣服 戴藍帽子的小叮噹哥哥 身材沒有像小叮噹 但是他的照相技術比小叮噹還好 好 謝謝 謝謝尤林國小的同學們 也謝謝吳忠豪輔導員的陪伴 謝謝尤林國小的同學 謝謝尤林國小的同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